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今天又来到了Loss 发现这个春季,Loss的玫瑰花上得最早 而且玫瑰花的品种也最丰富 刚一进门就被这一朵类似水蜜桃色的玫瑰花吸引了 光看这么简易的图片就觉得它非常的美 这款玫瑰它叫Peace 这款玫瑰花的花形不但饱满硕大 而且它的花朵的颜色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 它的花色是明亮的黄色,带有温柔的粉色花边 那花朵的中心位置呈现出一种水蜜桃色 它的整体花色也会跟随着花期的不同发生细微的转变 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带有水波纹的形状 那整体的花形给人非常温和柔美的感觉 那每一朵成熟的玫瑰花的花瓣呢 会高达45瓣左右 也是一款非常适合用来做切花的玫瑰品种 而且呢它还带有非常芬芳的玫瑰花香 这款玫瑰呢它的耐寒程度不是很高 它比较适合在北美Zone 5到Zone 9的地区种植 它虽然是一款比较耐贫瘠的玫瑰 但是呢它在土壤肥沃的环境中会生长得更好 还有呢就是全日照的环境呢才可以保证它花朵开得更大 花色呢更加的明亮鲜艳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比较耐寒的玫瑰 那它叫Morden Centennial 它和Morden Bell呢是属于同一个系列的 Morden Centennial呢是一款粉红色的玫瑰 虽然它单朵花的观赏性呢算不上经验 但是它整体植株的开花量呢是非常大的 它的花期呢从每年的6月份开始 那整个夏季呢几乎都是在重复开花 整个植株呢几乎都会被它的花朵所覆盖 它的花朵呢也会跟随花期的不同呢发生颜色上的转变 尤其是当你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呢 在植株的剩花期呢会给人一种非常复古的玫瑰花园的感觉 那这款玫瑰呢它可以耐寒到零下40度 它也是一款可藤可灌的玫瑰品种 它在Zone 3的地区呢可以长到2-4英尺的高度 但是在Zone 5以上的地区呢它会变成一种生长非常旺盛的 爬藤玫瑰 在植株的成熟期呢它的高度可以达到10英尺 它带有淡淡的玫瑰花香 它对玫瑰花的常见病呢有非常强的抗病性 它的花形呢在比较耐寒的品种中算是比较饱满的 每一朵花的花瓣呢会高达40到45片 在1998年呢在蒙特利尔的植物园呢曾经对这个品种呢做过抗病性的测试 它对玫瑰常见的白粉黑斑还有铁锈 那这些常见病的综合感染率呢没有超过5% 所以它在抗病性这一块的表现呢还是非常优秀的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美的爬藤玫瑰 那它就是America Climbing Rose 这款玫瑰呢它有着非常温柔的珊瑚色 也可以说是三文鱼色 它有着非常浓郁的玫瑰花香 这款爬藤玫瑰的花期呢也是特别长 它的花期呢会从每年的春季呢一直持续到秋季 它也是一款生长非常迅速的玫瑰花 那在它植株成熟的时候呢 它的高度可以高达15英尺 那它蔓延的宽度呢会到达24英尺 它的开花量呢也是很大的 它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呢会表现的最好 那在理想的环境下呢它可以存活30年 它比较适合种在北美中五到中九的地区 但是也有一些商家说它可以在中四的地区种植 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像这种可以长到很高 花量又大 花色柔和的这种品种呢 大部分呢都不会很耐寒 最好呢还是在中五以上的地区种植呢会比较保险 比较适合懒人的方法呢就是 如果你是住在中四的地区 你最好选中三的植物 这样的好处呢就算你遇到非常恶劣的冬季 突然发生降温 那你也不需要劳心劳神的去再给它做防护 那反而言之 如果你买了不耐寒的品种呢 你在冬季再给它做防护的时候 如果呢操作不当 也有可能会发生闷根发霉的情况 那这对于出入园艺的一些种植爱好者来说呢 很容易产生挫败感 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 最好选择比较适合自己所在区域的植物来种植 这样呢日常养护起来呢也比较简单 而且呢容易成功 同时呢也会建立我们在种植方面的自信 经常会听到有些朋友说 我不适合种花 种什么都种不好 其实这也许并不是你的原因 而是因为选错了品种 那今天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请帮忙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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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